音樂 歡迎各位來到海洋之窗 台灣海洋向前行 我是鄭修科技大學的方立行 一般我們這個節目都會要去邀請不同的來賓 讓這個公眾平台帶來更多的知識 與大家分享 可是呢 今天我打算唱一個獨角戲 為什麼呢 因為今天唱的獨角戲是很少人能講的 它的題目就是當死神來敲門 就是當死神來敲你的門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面對它 不會有太多的人有這種經驗對不對 可是我就是老天垂簾的人 老天賞了我好幾次的命 那我就把這些經驗來跟各位分享 但是其實更重要的是要告訴各位 當你學了很多很多的知識 尤其是海洋或者水中相關的知識的時候 它其實可以救你的命的 所以聽我們的節目非常重要 看我們的節目當然也非常重要 學到這些知識 當你在生活中間碰到了類似的問題的時候 它不但是一種學問 它更可能是你的保命之道 今天我想講的第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次我在海洋中間 喝到青酸甲的故事 青酸甲是非常毒非常毒的一種藥品 那它的知識濃度大概只要兩到三個mg 就是所謂的微克就會把人毒死 那在血液中間它只要超過一ppm 就是百萬分之一的濃度 它就會讓你死掉 是一個非常毒的 那基本上我是不太會碰到這種東西的 可是為什麼會碰到呢 非常有意思 那個時候我在中山大學 然後我帶了很多的研究生 我做了一個研究計畫 就是做永安 有個叫做LNG港 就是液化天然氣的 接收站的那個港的 它的環境的變化 所以在LNG港的附近那海域 差不多每一季 早年的時候更密集 就是可能每一個月 我們都會去做調查 那有一天我又要去LNG港做調查了 永安的LNG港就在高雄縣附近 那在出港之前呢 我就請我的實驗室 準備我們應該要出港 要做調查的一些器材 在這個小朋友在準備這些器材的時候 我就過去看啊 欸 看了一個非常奇怪的東西 什麼樣的東西呢 我就有一個學生啊 他就拿了很多白白的一顆一顆的 差不多有直徑差不多有三四公分的 這麼大的白丸子 然後把它融到一個礦泉水的瓶子裡面 把它悄悄碎融那個礦泉水的瓶子裡面 你們大概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可是我是煉甲子啊 我一看就知道是什麼呢 那個就是剛剛講到的最毒的 氫酸甲或者氫化甲 就是KCN 為什麼我們做水下的研究要用到KCN呢 因為啊 有些人啊 在水下要了解這邊的魚是什麼樣子 那他 有經驗他可以用紀錄的紀錄出來 如果沒有經驗了呢 他就必須要採這個魚的標本 可是在水音院你怎麼抓得到魚呢 他一定游得比你快啊 所以他們就會用一些毒藥 去把這個魚要毒起來 那這個毒藥當然不能夠 怎麼太溫和啦 因為水的稀釋濃度那麼大嘛 所以用的毒藥就比較強 可是我個人對生命 其實比較更尊重一點 尤其是不同的生命 所以我們實驗室不准用KCN 那為什麼我的實驗室會拿到這個KCN呢 我就問了學生說 你為什麼要拿用這個KCN呢 他就講那個理由 就講說方老師 因為我們做永安這個附近的 魚類生態項的變化 那有的時候有些標本 我們沒有 或者我們看到水下的東西 不知道它是什麼魚 我們必須要把它讀起來 那我想想看好像言之成理 那我說你這個KCN從哪裡來的呢 它就從某某實驗室拿過來的 因為那個實驗室就是做魚的嘛 所以它就比較採的要多一點 它就有這種藥品 那因為我是做珊瑚為主啊 所以普通我都是用觀察的 那我也做魚對不對 可是你記不記得 以前我有談過我做魚的時候 因為我對生命相對比較更捨不得 所以我大概都是用水下潛水紀錄為主 但是這個對錯不重要 學術的進程是必須要走的過程 所以這個倒不是說誰對誰不對 可是基本上我實驗室已經很久不會用這個KCN了 那他用了KCN 他講的又有道理 那我知道這個在某些學術的進 往一步一步走的過程中間 是有必要的 所以我當然就沒有反對 可是我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他用的是礦泉水的品質耶 那還得了啊 那弄混呢 把那個融有KCN的這個水 當作礦泉水喝一口 這個人一定毒死掉了 一定不要死幾次了 因為KCN可以融到水中間 可以融得非常非常多 因為它是 剛剛講它的分子是KCN嘛 就跟鹽一樣 NACL一樣 對不對 它是一種鹽類 它可以無限溶解的 所以一個泡泉水瓶子裡面 你可以融它幾乎幾百克 甚至上一公斤的這個KCN 那你也可以知道說 如果有這麼多的氫酸甲的話 你算它如果是兩個mg 千分之二毫克就可以毒死的話 你就知道那一瓶標可以毒死多少人 所以我就跟它講 你不可以用這個礦泉水瓶子裝 他說沒有別的瓶子 用這個礦泉水瓶子是最方便的 到時候反正就在水裡面 要把那個KCN灑出去 所以這瓶子就沒有問題了 那我說好 如果這個是必要的選擇的話 你就把這個瓶子上 要把它標示出來 免得不要被人家誤導了 他說我有標示啊 因為它在上面貼了一個 小小的那個標籤 就是我們普通貼紙的那種標籤 它們用千紙筆寫的一個KCN這三個字 哇這個不行 大家一定會誤會的 我說你要把它用 黑色或者黃色的膠帶把它 纏起來 然後在上面用立可白 畫一個骷髏 我剛剛講得這麼準確 是因為我對這種 有危險的物品 因為在我們實驗室 我的管制的標準是非常嚴的 所以它就要把 因為你一個礦泉水瓶子 全部弄成黑色的了 或者弄成黃色 它們畫了骷髏頭的話 大家一定不會去誤死它的 那個學生跟我講說好喔 他說好喔 好 那就把它做完了 我們就開始出海了 LNG港就是液化天然氣的港 從永岸出去 大概要開船 差不多開30分鐘 20分鐘30分鐘 然後呢 那個整個地方大概有10個站 所以我們在那邊就一個站下去 差不多工作15到 大概15分鐘到20分鐘 然後就上來 然後再到另外一個站 就工作15到20分鐘 所以啊 當有這個10個站的話 那我們就這樣上下上下 差不多做了三個站以後 四個站以後 就差不多做了 將近一小時 你不要忘記 我們在水下是用呼吸管啊 它就直接含在嘴巴裡面 用呼吸器這樣呼吸的 所以那嘴巴就很乾對不對 所以我從第三站 我爬起來的時候 還是第四站 我不太記得了 我就爬上來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坐了三四站了 嘴巴就很乾了 所以我爬上那個船 那個船其實是一個主法 一個主法 爬上船以後 就看在那個船上面 擺了一個礦泉水的瓶子 我還記得非常清楚 就是波爾礦泉水 因為它是方的 然後那個就是 哇 然後裡面就是亮晶晶的礦泉水 我說啊這太好了 我上船以後就可以喝兩口礦泉水了 我就把那個礦泉水瓶子打開喔 然後就喝礦泉水 喝到 因為很渴嘛 所以嘴巴上就 就喝到咕咕咕咕咕 就把嘴巴都鼓起來了 可是還沒有吞下去 還沒有吞下去啊 你渴的時候你就知道 你不會 你只要喝一個很大口 你才吞下去 你不會這樣慢慢品嚐這樣子 可是我就要吞下去的時候 我就聽到一個聲音 小小的 就是 KCN 哇 我一聽啊 我的那個心臟就 啪 縮起來了 你知道嗎 趕快把它吐掉 怎麼回事呢 跟我一起潛水的夥伴 叫李財富 他那個時候是我的助理 他就 上來他就看到說 方老師從那個船上面拿了一個 礦泉水瓶子在喝礦泉水 可是因為他比較跟學生混得久 他覺得那個礦泉水瓶子應該是裝KCN的 他就 他也沒有把握 他就發了一個聲音 那我 可是我已經一嘴巴都是礦泉水了 我剛剛吐掉了 趕快把它吐掉 然後就把那礦泉水盒子拿出來看 果然就是KCN 原來那個學生 他沒有照我講的話 把他用塑膠袋纏起來 也沒有畫骷髏 他還是仍然用了 貼了他那個小小的那個 那個白色的標籤 然後用籤子筆寫這個KCN 因為它是波爾礦泉水 各位就是那種方瓶子 所以他剛好寫的那個字是壓在什麼 下面或者是旁邊我不記得了 所以我上去拿的時候 是看不到他那個標籤的 我就把它水趕快吐掉了 可是吐掉也沒有用啊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那一個小小的 大概一千公升的礦泉水瓶子裡面 它最少容了一公斤以上的 這個清化甲或者清酸甲 當這個一公斤以上的清化甲 它的濃度是非常高的 那當我放到嘴巴裡面去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 清酸甲的粒子是可以透過我們的 黏膜什麼 滲入我們的血液裡面去的 那更糟糕的就是說 你吃東西就知道了 你甜的東西你吐完以後 你吐完口嘴巴都還是甜的 就是它一定有裡面有怎麼樣 有殘留啊 那照這個濃度來講 它殘留的這個量啊 大概也足夠讓我毒死好幾遍了 我怎麼會在這邊跟各位講話呢 我不是應該已經去天國報道了嗎 等一下你再回來聽 等一下你再回來聽